未来又整活了 New Day未来展示了自己的天行主动悬架 发了个移动的香槟塔 车身通过颠簸的路面之后 香槟塔里面的酒水不洒 香槟塔也不倒 这个视频很出圈吧 结果呢有人说杯子是沾的 有人说呢这个减速带太平缓了 还有人说呢这个减速带正好跟轴距一样长 有人呢甚至还拍了一个打假视频 结果打假打成了真香啊 什么麦巴和S啊 号称500万那个最强SUV都不行 那今天呢视频发第二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里面拍到的呢 ET9至少有三个轮子在主动震动 而且这个震动的频率 远超车身模态1赫兹左右的频率 杯子呢没有倒 杯子里的水呢几乎不晃动 整个车身呢是肉眼可见的稳定 这回想好怎么黑未来了吗 回过头来看呢 再看看未来对于skyride中主动悬架的描述 未来与clearmotion联合开发的主动式悬架电区单元 可以在一毫秒内完成信息的处理计算和响应 高性能无刷电机 每秒可进行1000次的扭矩调整 通过对减震器施加主动力 实现对车身的姿态调节 而且呢第二集视频跟第一集一样 也都是12月17号在未来第二仙境制造基地拍摄的 说明未来这一系列宣传视频是有节奏的分发的 你看你们都说未来不会吹 说未来公关不行 人家想行的时候可以很行的好吧 嗯这下小黑子们又得想想话术了 万一后面再来一个视频又被打脸怎么办 未来呢一秀技术 开过发布会的厂商们呢有点尴尬 即将开发布会的呢 急忙把自己的PP信里面关于悬架的部分给删掉了 真正的先进呢靠的其实就是心情的研发 发布会并哥说领先失眠现有的产品一代 也成不起我吧